除了中國經濟跟股市之外 其實很多投資人也關注 日元的走勢到底是會漲還是會跌呢 市場本來預期說 現在整個通膨的狀況 在日本是持續的超標 所以日本央行很快就會調整 超寬鬆政策 也就是要開始緊縮了 那這樣一個緊縮的資金的流動之下 日元就有可能會出現升值 沒有想到到現在 日營卻不為所動 讓日元多頭大失所望 他們現在開始祈禱 如果全球的經濟陷入衰退 那接下來大家就會把日元 當成避險的工具 這樣的需求帶動之下 有可能就會支撐日元的會價上漲 其中瑞瑩認為說 在美國的經濟走軟的影響之下 日元對美元今年底之前 渴望會升值9%左右 另外一家的凱頭宏觀 他寫看好 這樣一個避險資金的需求帶動之下 日元到年底之前 會升值超過7% 我們看到畫面中這條線 是日元對美元的會價走勢 那如果往上走的話 代表是日元貶值 我們先看到上半年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在年初跟3月的時候 日元的走勢都是往下走 代表的是是出現漲勢 但是如果整體看這半年來的話 日元是整體趨勢都是持續的走貶 上半年是收在144.31 累計這6個月貶值超過9% 不過隨著現在整個美國聯準會升息的步調 要慢慢結束的預期越來越強 所以最近日元也出現了反應 也就是強勁反彈 到今天的盤中已經是連續5個交易日走升 收復140的關卡 未來一年會怎麼走呢 現在經濟學家跟交易員都預期 日元渴望繼續升值 但是升值的幅度恐怕沒有想像的大 彭博就調查經濟學家認為 日元在9月底會升到138 年底會進一步升到135 遠期市場則反映說 日元年底可能會升到136.8 所以可以看到這些預測來看 其實日元的升值幅度都沒有想像中這麼大 那到了明年來看怎麼看呢 經濟學家對於3月底跟6月底的日元會價預估 分別是132跟128 而市場行情也反映日元會繼續的緩慢走升 好嗎